好的 我们开始下一阶段的内容 react native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react native是react 这个里边一个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技术 因为它的存在 所以使得很多学iOS开发 或者安卓开发的同学 你可能要开始考虑要学前端的react 因为react native做完了以后 它不仅可以用于前端 它同一样的技术战 它可以在iOS和安卓上写 而且来讲 它写的时候 那个东西还差不多 反正技术也一样 可能代码的大概结构也一样 所以这个来讲 对所有做手机开发的同学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其实现在 因为当时手机开发下降 跟现在的大环境 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比如说因为app做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如果想在app上 就是你做一个app让很多人用 这个所需要花的成本会非常高 这个红利器已经过了 就是你可以想见一下 你现在作为你自己作为一个手机用户 这一年你新增的app有哪个 可能除了抖音以外 或者除了一两个app以外 已经不会再新做一些app了 那么这时候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app的这个需求就会减少 做app的需求就会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需求减少的同时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技术 开始去替代原生的这个代码 当然原先我们替代原生 比如Ionic 它其实来讲是 它底下还是h5的 它是一种h5 或者是混合开发的 但是react native不一样 react native真的是把 react代码变成了底层 安卓或者iOS的底层的 真实的原生代码 这个其实来讲是比较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个人介绍 然后大概就是会有这些内容 然后首先第一个 我们会说一点 一个知识点 就是当我们 你看我在写view的时候 叫view.js 因为jsview的话 vix搁在一边 就是view.js 单纯的view.js 它的技术站 只能给前端使用 也就是只能给html css javascript这套东西使用 react它分为react.js和react native 也就是说 这个怎么 它其实来讲是什么 react native 我们给它一句评价是什么呢 是采用react的技术站 实现了安卓和iOS的功能 那么react.js 其实是react 实现了网页的功能 也就是说原先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一说就是html css javascript js 那么现在react是怎么实现的 它其实来讲是xml 我们会看到上面这个东西 转化成底下这个东西了 它变成xml 当然来讲 它也可以处理 webpack里面是可以处理css的 但是你看 你在那个什么里看 你在react里面看 其实它没有css 它只有xml 这个东西是xml 然后它加的是什么呢 加的是jsx 它是这一套东西 当然除了这是语言类的以外 还有它的技术站 就是jsx component refs props 和state 这五个东西 那么当然 把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以后 你会发现 它不一定被限制在前端的 这个框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xml能够翻译成html和css的话 那么xml也能翻译成 原生的安卓和iOS 因为安卓的这个开源性比较好 其实大家如果你做过一点 安卓开发的话 你会知道安卓底层的 你能见到的底层是HL 是Hardware Obstruction Layer 叫硬件抽象层 然后上层是什么 是一个JVM 这个JVM不是我们普通的JVM 是Dalvik的虚拟机 然后基本上在这个上面 也就是说 你写的那个 拿Java写出来那个东西 在安卓上跑的那个东西 也是在这个平台上跑 是基于这个层面上跑 那么他就把它翻译成这样子 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Reactive Reactive Native底层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有点恐怖的 好 那么在这呢 我讲Reactive生成的不是Web App 也不是H5或者Hyper Hyper的是什么 Hyper是H5 然后套一个Web 这个View 然后外边有一些原生的Ctrl 这原生的Ctrl 可能就是开关刷新之类的 这些鬼东西 然后他和他之间建立一个通道 这叫Hyper 很多你去看 比如说那个谁 手机淘宝 那典型的Hyper 它的首页是一个H5 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原生的 那么Web App呢 这个或者H5 App呢 这个东西就更那什么了 它就整个一个WebView 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原生的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Reactive生成的是原生的 原生和非原生的区别在哪 就原生的就是说 我所有的空件 我调的是操作系统底层的那些服务 我调的 我不是一个host 一个WebView 也就是没有WebView 没有浏览器的内核 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加了这层东西以后 效率会稍微低 那么不是一点了 低一块 但是因为它好移植 对吗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 React Native的一个认识 就是它是原生的 你所有的东西都记不住 你就记住它是原生的 React Native呢 它的理念是什么呢 叫Learn Once 然后Write Anywhere 这句话似曾相识 还有谁用过这个词 如果你们稍微有一点那什么的话 你们知道当年Java的口号是什么吗 就是Write Once Use Anywhere 这当年是Java的一个 就是Java 因为Java有虚拟机 就是说我就写一次代码 然后我到处都有虚拟机 我随处可以转 我Windows上转 Linux上能转 然后我才转 这个其实来讲 这个就是那当时的跨操作系统 跟前一段时间 我们就是在前端 至少现在还可能已经很困扰 没那么大了 但是在以前困扰 前端很大 就是跨浏览器是一样的 就觉得很恶心 那么其实React开发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里是前端 这里是原生的iOS 这里是原生的安卓 那么这里是普通的这个前端 那我怎么在上边 做一个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叫Learn Once Write Anywhere 一般敢讲这个话的时候 这都是有点想法的 这个在技术上有点想法的 不是说我做工具 大家用一用 开心就好了 没那么简单 这是有报复的技术公司做的事情 其实你看一下 美国有报复的技术公司 和没有 或者叫有理想的技术公司 和没有理想的技术公司 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谁是有理想的技术公司 谷歌是有理想的技术公司 那么Facebook拿出这个东西来以后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有理想的技术公司 就这个公司在技术上 它是有野心的 我的野心不仅仅限于挣钱 我要让所有的程序员崇拜我 认为我的技术很厉害 这个其实跟 如果大家不理解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就是说你让技术人员崇拜我有什么用 这个就好像 你能理解中世纪的时候宗教战争吗 就是十字军东征 或者说你其实看 但是穆斯林我们不评价了 穆斯林这个有点风险 评价穆斯林有风险 我们不说穆斯林 就是你去看 其实任何的这个基督教派里面 也会有相应的这种教派 就是他会分裂出来 就是同一个教派里面 一般都分个两派 或者是你去看那个 所以那个那个谁 金融的小说里面 你去看盖帮里都有两派 一个是巫一派 一个是静一派 对吧 就理念其实差的不多 然后就就互相之间争来争去 所以其实来讲 所有的这种任何一个 就是有标签的一个群体里面 他都希望说 我能够 推动这个东西往前 有一定发展 我能够做一些轻始流明的事情 所以这是由理想的公司 想做的事情 好 我们就从这个东西上 能够看出来 他要干的这个事情 react要干的这个事情 或者至少主持设计 react这个人是这么想的 当然是不是 facebook整个公司这么想 当然我们打个问号 但至少这个slogan出来了 我就提醒你 凡是敢这么说的 你要小心 也不是小心 就是说这个公司 在技术上是不可小觑的 反过来说 你可以反观一下中国的公司 我其实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有技术理想的公司 我们现在厉害的地方就是人家做一个东西 我们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把它做出来 就是我们依然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 或者说我们天生就是一个跟随者的心理 那么是不是可以领跑 这个其实差别很大 在后边人家做完第一个 你做第二个和第一个做出来 这个代价是不一样的 这个心理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说就说到这 多说一点 然后这底下是官网 大家要愿意上去看 可以去看一看 react native专门有一个官网 当然底下有一个中文的网 我建议大家还是看中文的网 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同学看英文 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在这点一下 哎呀 又是AE算了吧 好 大概是这里面会有一些 相应的一些内容 比如怎么开始使用 乱七八糟的 OK 然后呢 底下我会给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使用react native 使用它总得有点原因吧 第一个呢 就是免费 开完的 然后 不收钱 就能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的开发成本 比较低 这开发成本 第一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原来啊 比如我一个公司 我既要做前端 我肯定得有H5的印嘛 然后同时 而且我希望这个东西 能在这个微信里传播 就别人在微信里 群里啪点就能开开 然后里面就能操作 那你无非就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H5的印 要么你就是小程序 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了 而且H5好像虽然就是low了一点 H5看起来low一点 就因为它有页面刷新的过程 有些东西看起来也会走向 但走样 但是来讲呢 它比小程序限制少 小程序里面乱七八糟的限制很多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那你可能还需要一个iOS版本的APP 然后你还要需要安卓版本的APP 好 三个东西 你记得啊 如果你是真正一个开发的主管 这个又写到外面去了 大家看得见吧 这是个D 好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开发主管的话 那么你要做同一件事情 你要雇三个人 好吗 而且这三个人大部分 有时可能一半 或者一少半的时间是闲着的 因为 他做完了以后 因为你可能轮着做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 那么其实他的工作量 如果一个人只管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他工作量其实是不饱满的 但是你要雇三个人 你即使不饱满 你也得那什么 而且你很少见到一个人 既会前端 又会iOS 又会关注 这个市场上这样的人不多 因为没有人把这几个都学 因为学一个能就业就完了 所以这时对于公司 来讲他是比较烦的 那么如果你会一个 react native 然后你就可以 今天写个iOS 明天写个安卓的 后天写个H5的 你都能做 这个时候对公司来讲 他开发成本是低的 能理解吧 所以他会变得更有竞争力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原生的APP呢 他性能的比hybrid hybrid要好 这主要是浏览器 因为再包了一层 它的效率一定是低的 所以这就是react native 其实吸引了很多技术公司的一个点 意思是 优优独播剧场 是 感谢观看